来 今天教你们怎么去用这个小米电视连接你们所有的小米智能家具 从电视里面可以操控全部东西 OK 首先也是必须要把你们的小米电视升级到最新版本 OK 怎么去升级呢 你去setting 然后呢 就去到 然后呢 去到这里 你把它打开就可以了 去到你们这里 假如要升级的话 这里有的直接升级 因为这个我是up to date 把这个打开on就可以了 它automatic升级 这个是最新版本的 然后呢 最新版本的之后呢 你按着home99 这个有个home字 按这里 它就会进到这样的界面了 OK 这个就是小米智能家具的界面 OK 你们必须要也是 同 呃 必须要同你的手机的APP的ID是同一个的 现在必须要同一个这个me account 是必须要跟你们的me account是同一样的才可以啊 ok me home 然后按profile 也是这里必须要setting Chinese region啊 中国大陆 假如是英文的呢 就是Chinese midland OK Chinese midland OK 然后呢 就去到来这里 看一看 这个名字 是跟你的电视的名字必须是一样的啊 ok 可是跟你们的必须是一样的 account 看到吗 pv2 pv2 pv2必须要一样 必须要一样的 OK 然后呢 在这里全部必须要连接再线 pv2是连接再线的 OK 那我先示范 我打开这一个小方 camera OK 你在手机可以看到了 现在你去在电视 打开小方小方 我找小方 ok 这个camera 是同一步的 是同一起的 同步的 是同步的啊 OK 就是那么简单了 必须要连接WiFi 然后ID 必须要同一个ID 然后升级最新版本 OK 最新版本 然后在你们的手机也是一样 me home 必须要是 setting 必须要是 Chinese Midland 然后在这里设备 迷加 按进去 这些全部都是在线 必须要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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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在这里就可以操作了 在这里就可以操作了 好啊 OK 就是那么简单 然后怎么去连接 也是你 download app呢 OK 我们也有send的那个link给你 你只要在那个link 打开 放USB啊 放你们USB啊 usb pendrive pendrive 把那个 那个apps 倒入在这个pendrive里面 倒入了之后 你去apps这里 这个 usb pendrive这里 usb pendrive这里 然后下载 android 下载那个 我们给你的那个link 直接在这里install就可以了 直接在apk放完 在这里install就可以了 install了之后呢 就在我的app里面 OK 全部应用 在这一个 这一个apps啊 这个在 atordi tv啊 这个 按进去 然后这里全部 可以download了 OK 假如你要YouTube的话 就直接按YouTube 按install就可以了 按install就可以了 update可以update的 没问题直接按update 因为我们都还没有update 直接按update就可以了 OK 直接update就可以了 update也可以 install也可以啊 你们在这里 有一些apk是不能的OK 就有一些是可以了 你在这里了 这里有好多有几个 你别人这个nexfacebook不可啊 这里是不可以的 你要去他的website download tv version的啊 OK 这些facebook可以咯 然后这也可以咯 这个firefox也可以 可以 这个也可以 这个也可以 所以我也还没update 可以直接按update 然后呢就可以 使用了 然后下载了 它会automatic download了之后 在这里 在这里 OK YouTube 直接按进去就可以了 YouTube很方便 YouTube也可以看4K的video 也可以看4K的video 也可以听音乐 也可以听音乐啊 然后呢 出道去 还有一些什么呢 还有一些 进去 然后就browser firefox firefox都可以 firefox都可以 我们建议就用mouse 或者keyboard打上去 就比较方便一点 就比较方便一点 OK 还有就是facebook facebook你直接按进去 login你的ID就可以了 login你的ID就可以了 他是可以 他不是完完全全就跟我们的 手机的facebook是一样 他是可以看video的 看video 只show你video那些 OK 你是login就可以了 然后Netflix的话 我们也有建议就在AP 就 在他的website download就可以了 他不support 他不support 这个control啊 他是用mouse啊 必须要用puttoth mouse 就可以了 可以了OK 然后呢 还有些什么呢 还有这些 你自己可以download咯 也可以在这里download的 有的 有一些 在这里download 在这里download就可以了 在这里download就可以了 其实就普普通通啊 Netflix啊 browser啊 YouTube啊 这也是最基本需要的啦 这也是最基本需要 OK 还有呢 就是说你们想看那个 他这里的全部的video 都是要搭配路由器的啊 都是要搭配路由器才可以看到 假如没有路由器的话 就用你们的自己的TV box也可以 你们有TV box就可以更方便了吗 TV box啊 有了TV box HTMI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 直接在这里看 也不是更方便 来 你看一下 OK 也是可以啊 没问题啊 你直接在你们的TV box 买了TV box之后 就在这里直接可以看Astro 也很清单 因为是4K 4K 就看你们的TV box support4K东西咯 OK 可以 都可以Astro啊 全部都可以在这里看 OK 都可以在这里看 等一下 看Astro有没有啊 Astro 我们的Astro 等一下 等一下 看有没有啊 应该是有的 Astro在 Ast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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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的 OK 你按进去就可以了 就可以直接看了 很清楚啊 蛮不错一下 OK 然后就直接推出 就这样子咯 就是大概是这样子 你看这些 他的里面这些VIP呢 你要必须要买 还有电影 必须要搭配路由器 才可以看到 搭配路由器 那个路由器 我们有另外买 那个路由器是699 599 599 599 OK 那路由器 假如你没有的话 就好像这样子的 OK 你按进去电影啊 他看不了的 他说你的是 在马来西亚你的IP 不support 所以呢 他看不了 看不了里面 OK 但是也可以用他里面的 智能的 智能的function 可以用里面的智能的function OK 就看不了的 看不到的 OK 就是显示这样子 copyright 因为你是在马来西亚 所以看不到 你必须要搭配路由器 OK 你必须搭配路由器的话 这些电影就全部可以看了 这些电影就可以看了 OK 就这样子了 有什么问题的话 都可以pm我们啊 都在可以pm我们 好吧 这个应用场 市场 都可以在这里 也可以倒入他的apps的 你可以在这里倒入apps的 也是可以啊 全部都可以 最 普通的apps 也是看那些影片的apps吧 影片的apps 你可以在这里 呃 就倒入芒果tv咯 芒果tv也是 目前最 最最 basic 最 normal的 最 basic 都可以在他me的 me的 me的 都可以在他me的 呃 里面可以下载 都可以下载啊 都可以在他这里可以下载 没问题 全部的apps都可以在他们的自己的app里面下载 或者我给你那个link 你倒入了那个刚才我只有介绍的 可以下载都可以都可以 OK 然后现在我来看一看看可不可以看得 听 看不 可不可以听 假如是 哎呀 不要 要出回去 OK 就这样子了 OK 有什么问题的话都可以留言问一问我们 好吧 谢谢